近日沉迷于训练的杜兰特再次付出大新闻,他在社交网络上面重新关注了威少,而此前因为杜兰特选择加盟勇士队,两个人完全卷裂,虽然杜兰特并不希望跟威少关系破裂, 此前扑出的杜兰特小号事件,杜兰特对了雷霆队的其他所有球员,但是唯独没有对威少,但是威少是一个真性情的人,他对杜兰特是极其敌势,勇士队和雷霆队的比赛里,两人也是多次发生摩擦,让比赛变得火药味十足,而如今杜兰特或是主动示好,威少是不是也会重新欢迎主杜兰特了? 在杜兰特加盟勇士队之后,威少就把杜兰特视作敌人了,两人在比赛里多次发生冲突,威少曾经在杜兰特成为自由球员之后,亲自跟他会面交谈,威少还问杜兰特,自己需要为他做出什么改变,而杜兰特说什么都不需要,威少以为杜兰特会留下来, 结果杜兰特加盟了刚刚在西决击败自己的勇士队,而杜兰特加盟勇士队之后,很多人也就认为NBA联盟已经迎来了大结局,因为勇士队此前就是联盟最强的球队, 他们已经拥有护理,汤普森和格林三巨头,还有FMVP伊哥达拉,再加上杜兰特,没有其他球队可以击败他们了,事实证明,确实如此,杜兰特加盟勇士队之后,他拿到了两次总冠军,目前正在冲击三连馆,而威少离开杜兰特之后,也迎来了爆发, 他连续两个赛季,拿到了赛季场军三双的数据,成为历史第一人,而单赛季场军三双场次也超越了大欧,成为了历史第一人,威少也在一流到一期赛季拿到了MVP奖杯,上赛季哈登成为MVP之后,雷霆三双也就成为历史第一组合,三人组都已经成为了MVP球员,虽然上赛季雷霆队也组建三巨头, 但是威少和乔治,安东尼的合作并不如一,三巨头很快解散,如今威少和乔治两人带领雷霆队,也要对勇士队的霸主DV进行冲击,杜兰特跟威少在比赛中多次发生冲突, 但是两人私下其实已经慢慢和解了,在全明星赛期间,两人就非常默契的打起了配合,双方都有给对方送出助攻,而场下球员也是纷纷起哄,希望两人和解。 而在今年夏天的国家队集训中,在欧文和哈登的条件下,两人似乎也是有说有笑,看起来双方已经没有太多的隔阂了, 而如今杜兰特在此事若是好,不知道威少会不会原谅杜兰特,如果之后威少也重新关注杜兰特,双方或许已经恢复了此前的友好关系, 而杜兰特今年夏天跟勇士队签了一份两年合同,有球员选项,明年夏天会再次成为自由球员, 他或许还能回归雷亭队,跟威少连手冲击总冠军,而奥阔比鲁普斯等民族也是希望杜兰特里队,带领其他球队夺冠证明自己的能力,文海清。